您好 电话接不停 疫情升温 不少民众在家网购 电商网购员工忙得不可开交 电商平台486团购网 不让同仁担心家庭生计 公布确诊在家给全新 那如果同仁这边有住院的需求 甚至是同仁的父母 如果有住院的需求 公司这边还会补助你单人病房的费用 希望无论在心理上或是经济上 都可以减轻同仁的负担 佛心企业不止一家 E7Live直播也宣布确诊员工 全新币价一年十二天 疫情期间加码虎食津贴 每月两千四百元 再配合每个月工作天数 一天补助一百元 像是五月虎食津贴 一人就能领到四千五百元 电子检测厂商东研信超 则是员工快筛阳性确诊 提供七天全新居家防疫价 员工同住亲友确诊 则有三天全新居家防疫价 让员工在居家隔离期间 还能维持收入 谢谢每一位坚守岗位的你 金融业技艺行全额补助 每位员工实名制快筛季 费用五百元 另外提供一千五百元 买口罩酒精等防疫物品 零售业也照顾员工 红卫广场发疫情慰问金 总共一千三百万元 员工最高则可以领到十万元 蛮多同仁是家里都有小孩子 所以他在这一次的慰问金上 也是给这些家里面 有孩子们因为停课 或者是停班的问题 给他们一些津贴 也让他至少生活上面是无余的 疫情未停歇 虽然多数企业担心营运受影响 但也有公司不让员工有后顾之忧 等身体康复后再继续打拼 继续为王云团朋友周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